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综合报道 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 与共和党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同意于当地时间5月22号下午会面 就美国联邦战危机重启谈判 据报道 白宫官员说 结束了日本七国集团峰会形成的拜登 21号在返回华盛顿途中 和麦卡锡通了电话 两人同意于22号会晤 白宫谈判团队将再次开会 以讨论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早些时候 拜登与日本广岛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愿意削减开支 但不会同意与共和党达成完全由后准提出的协议 他强调美国政府说出现战务违约将面临严重后果 这种情况不该发生 他希望共和党人意识到 仅按共和党提出的条件来做 是不会达成两党结议的 共和党人也必须采取行动 麦卡锡在与拜登通电话后向媒体宣布 他和拜登的会议将在拜登从广岛返回华盛顿后举行 这将是两人为避免美国出现首次战务违约 而在本月内第三次会面 麦卡锡说 总统告诉我他还在考虑些什么 且正在听取他团队成员的意见 我也告诉他 我正在考虑些什么 他说 我觉得这方面的沟通是有成效的 但是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 分歧依然存在 麦卡锡说 白宫和国会众议院的谈判团队 当天下午就到国会继续开会 为他和拜登的会议进行铺垫 另一据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21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之警告 6月1号是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应期限 耶伦表示 除非美国两党在债务问题上 也将这局面得到解决 否则政府将无法支付下个月中旬的账单 美国财政部此前已多次强调 若联邦政府的资金耗尽将触发美国的首次债务违约 拨及全球经济 并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又据法新社此前报道 拜登取消了七国集团峰会后 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计划 以便赶回美国继续与共和党人 就有债务危机进行谈判 此举令盟友们感到失望 报道称 七国集团所有成员国都背负着沉重的公共债务 但没有一个国家面临美国这样的政治混乱局面 拜登曾表示担任总统的本质 就是同时处理一百万个重要问题 对他来说 此次出访和债务上限问题同时到来 且恰逢他刚刚发起连任竞选 对他持谨慎态度的美国人 正在关注他如何在国内外 应对总统职责的考验 感谢观看